嗨,大家好,温妮妈妈和小天下合作开书团咯!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影片下方的资讯栏位有团购的连结 记得结账要输入专属折扣码 MAMA66,妈妈66,全品项有66折优惠咯! 今天要说的故事是由日本国宝集会本大师 盐村荷朗的经典作品 森林里的小松鼠系列《春天来了》 这个系列呢,已经出版了40周年 目前由小天下未来亲子学习平台 有在线上举办盐村荷朗的线上特展 我已经将线上特展的连结放在影片的说明栏位 有兴趣的小朋友可以直接点选进去看线上特展哦 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故事内容吧 春天来了 森林里的小松鼠 图文作者盐村荷朗翻译 方美林小天下出版 春天来的故事大纲,我先告诉小朋友们 故事的主人翁是有三只小松鼠 名字叫做波波,可可和小螺 它们一起在森林里体会了春夏秋冬 跨过了小溪,花着树杆,一起在森林里探险迎接春天 它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今天的早上,天空特别的明亮晴朗 和平常不太一样耶 松鼠妈妈说 啊,春天来了吗? 爸爸回答 哦,可是风吹到脸上还是冰冰的 雪似乎还没有完全融化耶 小螺说 春天来了,那雪都到哪儿去了? 嗯,雪可能回到天上去了吧 爸爸这样子回答 波波,可可和小螺 三只小松鼠们爬到了高高的树梢 嘿,爸爸说得没错 你们看,白雪回到天上去了 小螺指着天上的白云这样说 波波说 不是啦,那个是白云 我们去看看那边的雪吧 三只小松鼠像小鸟一样 在树枝上跳来跳去 嘿,那里好像有什么声音耶 是水流动的声音吗? 波波和小螺也竖起耳朵 很认真的听 西北雨来咯 这本故事的主人翁一样是三只小松鼠 名叫波波、可可和小螺 他们一起在森林里体会了春夏秋冬 他们看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呢? 今天西北雨来咯 雷声轰隆轰隆 闪电霹雳啪啦的 来不及回家的三只小松鼠 他们害怕得在石洞里躲雨 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故事开始咯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一个夏天的下午 青蛙难过地叹气说 好热哦 天气真的太热了 连草原上的花草都静止不动了 没有风啊 只有三只小松鼠还是开心地玩耍着 这时候鸟儿说 你们三个啊 西北雨快要来了 鸟儿说完就急着飞走了 真是好消息 青蛙好高兴地叫个不停 波波说 哎哟 糟糕 西北雨要来了 那这样我们要赶快回到森林里 不然会被雨淋湿 他们还没走到森林 大雨就哗啦啦啦啦啦的下了下来 哇 全身都要淋湿了 快跑快跑 三只小松鼠在喊雨中拼命地跑 大雨打在草地上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地吵个不停 这本主题是秋天 天气变冷了 森林里的动物开始为过冬做准备 鸟儿要飞到温暖的地方 大熊准备吃饱要冬眠 还有整座森林和三只小松鼠一样 换上了红通通的外衣 他们看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今天三只小松鼠和爸爸一起去森林里捡巷石 妈妈我们回来了 你看你看 我们捡了好多好多巷石耶 妈妈正忙着织毛线 两只手都没有停下来呢 妈妈妈妈你在织什么呢 你们猜猜吧 等我织好你们就知道咯 天气要变冷了 冬天快来了 我要赶快织好才行 妈妈马不停蹄地彻夜织着毛衣 一直到很晚很晚 终于完成了 你们来穿看看吧 隔天早上妈妈拿了三件 一模一样的 好红好红好红的毛衣 让三个小松鼠试穿 哦 好舒服 好暖和 真好看耶 明明是冷嗖嗖的下雪天 但是松鼠爸爸和三只小松鼠却流着汗说 好热好热 他们看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 找到了什么吗 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图文作者 盐村和朗 翻译方美龄 小天下出版 森林里的小松鼠 热乎乎的下雪天 故事开始咯 森林里激了厚厚的雪 伯伯 可可 和小罗 开心极了 吃完早餐 我们就要出去滑雪了 好棒哦 正好可以滑雪敲耶 不过松鼠爸爸探出门外 他说 好冷 好冷哦 吃完了早餐 三只小松鼠急着要去滑雪 爸爸爸爸 和我们一起去了 太冷太冷了啦 爸爸只想待在火炉旁边 那 妈妈 你和我们一起去玩 不行耶 妈妈有事情还要忙哦 嘿 说 嘿 说 波波在前面拉 可可在后面推 小罗直接坐在雪橇上 可是只靠我们三个 跟我们划不动啊 我们还是去请爸爸来好了啦 三名小松鼠主角 分别是 波波 可可 和小罗 他们一起在森林里看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呢 春天的森林 每天都有新发现哦 毛毛虫 喜欢吃叶子 蜜蜂 爱吃花蜜 还有一只肚子 呃的咕咕叫的鸟宝宝 三只小松鼠 要怎么帮他们呢 图文作者 盐村和朗 翻译 方美林 小天下出版 森林里的鸟宝宝 故事开始咯 现在已经是春天 波波波 波波 可可 和小罗 每天都活力十足 到处探险 咦 是毛毛虫耶 波波发现了 它 好像在吃叶子耶 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哇 山樱花开得好漂亮哦 可可说 还有好多的蜜蜂 它们在吸花蜜耶 咦 那边是不是有一个鸟宝宝在哭啊 这次是小罗发现的 它 找不到回家的路吗 还是 它肚子饿了呢 我们过去看看 让我们一起跟着波波 可可 和小罗 三只小松鼠 一起在森林里体会春夏秋冬 为什么早睡早起精神才会好呢 为什么猫头鹰晚上不用上床睡觉呢 三只小松鼠 想和猫头鹰做朋友 可是一到晚上就困了 想想看 有什么办法呢 它们看到了什么 学习到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快起床了 天亮了 松鼠妈妈大声地叫着小松鼠们起床 可是 我还想睡 妈妈为什么天亮就要起床 早睡早起身体健康精神好啊 今天一样是一个好天气 你们三个到森林里好好的玩一玩吧 好的 妈妈再见 那猫头鹰一家为什么白天还在睡觉呢 妈妈不是说早睡早起身体好吗 喂 你们快起来玩啦 起来玩吧 这时候猫头鹰妈妈说 请安静一下 我们白天要休息 你们晚上再过来玩吧 嘿 为什么猫头鹰在白天睡觉啊 那它们要等天黑了才会起床吗 那这样 我们晚餐后去找它们玩吧 三只小松鼠讨论着 这时候在饭桌上的爸爸妈妈们听到 她们说 不行不行哦 你们晚上要好好休息 这样明天才有精神玩哦 嗯 那这样子怎么办 早点睡觉咯 小松鼠们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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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